歡迎回到努力特派員的節目現場 接下來要帶您關心的 同樣是和你我切身相關的議題 台灣護理人員因為人力嚴重不足 流動率高 導致護理人員工作超時 也嚴重影響了醫療品質 而一部由醫護人員擔任製作團隊的紀錄片 南丁格爾 希望能夠記錄當今台灣護理的勞動環境 結果他們發現每年的護理畢業生 有一萬五千人 但卻只有不到一半的七千人 會進入醫療院所來服務 而台灣有護理師證書的有27萬人 從事護理工作的卻不到16萬人 隨著醫療科技的日行月益 平均壽命增加 社會高齡化 各類的慢性病及文明病越來越普遍 需要照護的人數越來越多 時間越來越長 但持續有第一線的護理師 因為無法承受工作環境 所帶來的困境而離開 醫院裡頭的護理人員 年齡分布也有明顯的斷層 從學校畢業後 許下南丁格爾的諾言 在他們的職場上及生命中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讓他們選擇離開 來看看這群白衣天使的故事 全地加官聲請將右手舉起 並一同宣誓 宣誓 於心意自存 於心意自存 在市場及同學面前宣誓 學習勇敢 接受挑戰 終於武力專業 不為有順之事 當你真正加冠完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其實很感動 不去不 我不用有愛之要 不去不 我不用有愛之要 目前實際到現在會想要繼續走下去嗎 我覺得會 因為他可以得到成就感 是可能其他工作沒有辦法得到的 謀求照顧對象之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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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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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護士人質不夠 必須常常多加班 那麼使得護士慌之外 可能護士的性命都不保 我要再一次的強角 提升護理人員的福利 改善人力的配置 使護病比例更合理 職場環境更友善 這是政府職務旁帶的工作 加上工事長 三班制 工作五六年 就選擇轉行的護理師 還不少 也因此台灣的護理人力長期不足 而不使對臨床護理師來說 是不小的壓力 就說要改善護命令 另外一個呢 改善我們的勞動條件 這不是鼓勵 我就聽到 我們會好好去做 理事總統在大家的面前 跟我下了命令 我當然是需要幫他做 他們天天超市工作 實在太累了 於是串聯填寫離職單 準備辭職 我會做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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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們說有補 然後還是渴 比賽日比賽都改善 呼吸二六 二二到二六五班 沒有太熱了 要啊 我這裡會撞到嗎 媽媽點滴兩秒一滴喔 所以不要滴太快喔 如果滴太快 再跟我說 他點滴打在腳 所以你盡量就不要讓他站著 不然很容易就會跑掉 好 OK 這樣可以了 臨床上為什麼護理師很重要 其實你會發現醫師太忙了 所以很多時候病人的主術 他就會很直接把那條線拉起來 給他用藥或是給他治療 可是我們護理人員是照顧整個人 所以我們應該要最熟悉這個病人 從頭到尾應該有哪些症狀 他哪些用藥 鼻子中間有沒有一些事會架重 或是會互相抵觸的嗎 我們自己時常都是都會在吃止痛藥 相信護理人員的那個包包裡面 一定都會有止痛藥還有胃藥 這一定是基本的 因為我們常常可能沒吃飯 就會有胃痛的狀況 所以就是會塞胃藥 這是一個標準的癌症的末期病的病例 所以你們要開始習慣 臨床的病人的狀況就是像這個樣子 亂七八糟 這個是初階 我們至少要知道有哪些問題 目前做了哪些治療 給了哪些藥物 那些英文一堆的英文是什麼 第二步更重要 第二步是怎麼在這一堆的複雜東西裡面 去釐清優先順序 醫師的優先順序 我們護理人員的優先順序 我們要怎麼樣提供照顧 這樣子臨床上面才會有效率的 去解決病人的問題 那我覺得其實在整個歷史文化之下 台灣的護理人員一直就是在一個 像沒名沒份的做家庭主婦的媽媽似的 去提供很多的服務 然後當一個默默醫師背後的協助者 所以長久下來 我們的社會一直都覺得很理所當然啊 好像護理照顧好就是理所當然啊 然後成功歸功醫師 那或者是歸功病人自己體質好 然後家屬關心得很好 可是通常會忘記有一群護理人員 其實take掉很多的細小環節 很關鍵性的感染 很多照顧 很多給藥 很多的專業性的飲食作息指導等等等 一般都覺得太累 就是可能輪三班 然後care的病人數太多 大概可能超過九個個案 他們可能就會覺得可能比較吃不下來 而且要看到他在哪一個單位 我們常常笑說 白班的生活就是沒有錢的人生 因為白班薪水普遍比 因為沒有夜班津貼所以薪水會少一些 小夜的生活就是沒有朋友圈 大夜的話就是沒有健康的人生這樣子 這幾年我們在推的全日平行負評比 目前 目前就是 醫學中心就大概1比9 區域大概就1比12 然後地區院是1比15 那這個數字未來會不會再去調整 我覺得要看我們整個的發展 但是至少我們以現況 我們看到的data來看 我們覺得這樣是可以去做的 愛是很重人來搖搖搖的車 愛是太多 愛是...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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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以抗疫為主 該以工作坊為目的 那這次我們以一個主題叫做雪和珍奶工作坊 所以我們就辦了一個雪和珍奶工作坊 讓民眾能夠希望民眾一起來體驗 想問說20年前的護理環境其實算合理 那所以20年後那個護理人應該是被留住的 因為之前是合理的 可是到後面是為什麼開始出現不合理的環境 感覺那個不合理的環境 並不是因為護理人先走 好像有其他的原因 我想知道其他的原因 我做了護理主任你知道很難當嗎 你知道現在喔 有人力資源管理這件事情嗎 每家醫院都在比賽呢 我們護理主任壓力很大 其實我們今天到我們在開出 我們的財務報表 我今年喔 輸給哪家醫院啊 唉唷 最害怕耶 現在喔 我們真正覺得說 以前跟現在不一樣 實在在進步嘛 醫院也在進步 醫院可是要開停車場 美食街 我們也要軍備競賽啊 那別家醫院有高級的器材 我們要引進啊 唉你們不知道 今天你醫院不容易 所以一個護士 要帶三個護士用嗎 我們要留下來的 就是可以做三倍工作的護士 至於那種草莓組喔 動作慢喔 就懂啊 沒關係啊 反正我不缺人 你先來跑步 你先來跑步 你先來跑步好不好 嗯 你是因為懷孕有家庭 然後想要離開這個工作環境 和轉移職業的嗎 那時候是 我生完小孩之後 請留停 因為 怎麼說 在那個工作環境 要顧到小孩 其實很難 尤其是 這麼小的小孩 來 比賽 給媽媽 給媽媽 謝謝 就是在留停的期間 剛好有了這個機會 就是人家介紹的 然後就想說 欸那 就是可以固定 周修 就是算見紅修 所以 就想說試試看 對 然後就 接著這個機會就轉出去了 如果要說 為什麼我之後會轉職 或離開 其實也主要是護理這個職場 還是有很多 不平等的待遇啦 所以會讓我們會覺得說 別人都是人 那為什麼這麼差這麼多 那我覺得這個 只能說說 回到這個醫院經營就說 你如果 沒辦法散散你的老公 該給的權利不給 那 你可能就是找不到人 因為大家會比較嘛 我一定會跑到 這個 就是說比較優質的職場 這是人事常情 所以如果 你在這個職場上 你不改變 你其實就不要怪人 人家為什麼不留下來 他第一 第一手的話 就是用第一個 第一個 第一個 櫃子 櫃子 他這個是他很大力尖體 他會 講 會自己比較多 對 他就取中斷壓 然後至少 然後八分滿 我覺得像單位的氛圍很重要 因為有的氛圍可能他 他一上車你就想叫他下車了 你在臨床面上面看到的 他們不是在看他們的缺失 而去臨床上是直接鼓勵他們說 你們很辛苦 你們累了嗎 還要不要休息一下 其他的部分 我是覺得可以事後再檢討 因為當下可能大家都在忙碌點 因為有時候你出嘴的時候 他們也在看 你又要來幹嘛了 他們也不大想你出現 可是你出現的時候 是關心他們的時候 你一開始是用關心的態度的話 其實他們的感受 就一定會有差 好 在做一個 我覺得做一個比較年輕 新世代老師 我只能知道 我不能再這樣教學生 我不能再告訴他 你就是要買超後院給我動他 我開始去告訴學生說 你應該要先把你自己照顧好 你不要燃燒自己照亮別人 保 home 在今天這個特別的日子裡 有時代變遷的改變 時代傳承的意義 期許大家繼續勇敢的追逐實現婦女專業吧 南丁格尔女士曾说 人生就如蜡烛 生而为人就应该守本分地燃烧自己 照亮别人 怎么能懈怠呢 各国认定的互并比 如临近的日本是1比7 澳洲是1比4 而美国加州甚至立法规定 互并比要低于1比4才能确保医疗品质的良好 而台湾的互并比从1比8 一直到甚至有1比16的情况发生 可见问题的严重性 而由医护人员自主拍摄了这部纪录片 希望能够唤起大家对医疗品质的重视 也希望政府还有资方 能够从根本来改善医疗的问题 留住更多的医护人员 现在先休息一会儿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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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